曲名單 這雙手上的 這雙手上的 很好的 製作人 請到 10秒鐘後 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 App 接收地球 大小事 迷糯士 阿 John Lennon 過世 都 都 Beatles Beatles 恩 Peatsle 4的 主唱啦 John Lennon 當然在 John Lennon 過世之後呢 Peatsle 4 就 慢慢 慢慢的在歷史當中歸檔 雖然雖然像是Paul McCartney 這家仍然 仍然是很活躍的 也還是有後續的創作 也還在舞台上面 不過畢竟慢慢的在這個這個世代的音樂 他他代表的一個一個搖搖耿樂炸開的一個全球化的浪潮 伴隨著在當時英美的文化勢力 在達到達到巔峰 尤其在流行音樂領域裡面他的滲透性非常的強 呃 所以在那個時代在全世界 呃 對於對於對比特斯 比特斯這麼紅嗎 那麼好聽 那個是一個 標準的一個一個文化滲透 就是 呃英美的文化在他的國力超強的時候 你想在光在當時 比特斯的那個年代 光是美國 美國一個一個國家的GDP 的占比可以到全球的GDP的50% 那他一個國家底上地球上面其他的所有的國家的GDP的總量 曾經 好現在就算就算是現在 呃美國的美國的美國的GDP的占比大概 呃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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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大概將近五分之一吧 好那這些呃 都都顯示就是在當年你可能會就是現在的流行音樂也也很強 在現在的流行音樂 呃他他比較多元了 要比如說像像是韓國的KPOP 你在台灣的時候呢你可能 你你可能聽聽國語歌 那聽聽韓國歌 你甚至有的時候聽聽日語歌 當聽西洋音樂也很多了我是說他就比較的多元 好跟跟在跟在當時呢 偷偷聽西洋 偷偷聽西洋流行音樂就聽西洋流行 還不見得是這麼的光明正大 甚至很容易被貼上迷迷之音 好但是我的剛跳那首歌重點是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當然以紐約啊 紐約的 紐約這個 這個 這個 城市的 呃如果 如果他有主題曲 那那很多 每一代每一代的都有人在歌頌 紐約 但是呢 John Lennon New York City 好的 給這些在在在美國的很多的朋友們 因為 美國 剛結束了這個周末來講 可以感覺到 呃從航啊 空運啊 路運啊 等等都可以都可以感覺出來 在在道路交通運輸 那這 因為夏天要到了哈 啊 包括了在露營車的租售啊等等 那都創下疫情以來的新高 那雖然還沒有完全回到2019年的水平 但是大概已經回到五分之四左右了哈 所以 他在一個快快速的recover的過程 那恭喜大家會應該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相對正常很多很多的夏天 那我不想你們注意到最近的NBA NBA的NBA就在開打了之後啊 狀況頻傳 狀況頻傳不是疫情 而是你會你會覺得現場當觀眾回來了之後啊 那個情緒 很暴躁啊 就是 那種的 丟水瓶啊 丟爆米花啊 這種呢 在NBA 在過去呢 已經已經比較少見的情況了 最近光是季後賽 哇 頻繁發生 換句話說呢 那種的 那種觀眾啊 可能被壓抑了很久 回來了之後呢 覺得巴不得上 上場跟球員一起比賽 10個人搶一個球呢 可能還不過癮啊 很多很多觀眾都自己想想上場啊衝上來呢被警衛壓制的都有 好呃 告訴你就是 經過了經過了一段疫情的隔絕之後 人 都不太正常 好那 我們現在已經已經被 被三級三級管制也也隔離了 兩個禮拜多了 好這加油了我相信了我相信台灣人 呃台灣的人的人心 呃人的 那這種的社會行為應該比較經得起考驗 可以比較留意一下 比如說 比如說 Tesla雖然 雖然你聽到 Joe Biden啊 Joe Biden呢 去看電動車 當然他是看福特的 他不是去看Tesla 他去看福特的時候呢 對於美國的 美國的電動車的產業 呃綠能的 綠能的產業 呃綠色行動的產業來講呢 嗯 看起來信誓旦旦 就是 就是呢 我們絕對不能夠讓中國得逞 怎麼可以讓中國超過我們呢 怎麼可以讓讓中國呢 中國成為電動車領域裡面的第一名呢 我們我們曾經是第一名 但是我們現在是第八名 好不過 呃 他算他是看的是福特 他不是去看Tesla 那Tesla最近要留意 因為三月份的時候呢 Tesla在歐 在歐洲 的銷 銷銷銷售呢 是 節節敗退啊 就是 歐洲呢 歐洲自己的電動車的 大放一彩 慢慢慢慢 慢慢的上來 那Tesla呢 被甩到後面去 那上個月 在中國大陸市場 Tesla也節節敗退 Tesla呢 也是呢也是明顯 明顯衰退的 衰退的幅度來講 可能有有有衰退到將近三分之一啊 從從就說月月銷量的三萬多的降到兩萬兩萬多 而且而且這裡面呢可能還有還有一萬一萬出頭 是出口的 好那都顯示就是說 這個對Tesla來講當然都有一些壓力 背後有沒有一些的 呃有沒有一些的政治或者社會事件有 因為因為上個月的時候 五月五月份的時候看到在 在大陸的輿論市場當中來講的有一波呢對於Tesla 的 也不是也不是追殺啊他他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社會事件我我就不講的社會事件背景你有興趣自己去查 那在輿論上面的在發酵的 第二個當然跟 跟呢跟這個Elon Musk 他自己呢把 把原來呢比特幣可以買 買Tesla 但是後來又找了個理由說呢 說比特幣呢其實很耗能不夠率 好那又又說比特幣不可以買Tesla 那比特幣如果如果不能夠買Tesla那比特幣的那種的作為一個一個幣貨幣的那個那個交易功能他可他可不是紀念幣啊 你現在看到的比特幣呢跟你跟你跟你去跟去跟每年每年過年過節的時候呢去跟 去跟央行去跟台銀 去買一些呢一些紀念幣保值因為那個可能是純金的純銀的 那意思差不多 但可能還要更差 可能黃金啊或者白銀 他保值性更好 比特幣呢他就是一個他有炒作的風草 好但是 我之前講的就是 呃 馬斯克可能不見得講了真話我認為馬斯克把比特幣跟特斯拉脫鉤 是因為在中國的實體市場來來講中國的官方的嚴厲的警告 比特幣 數位貨幣不得作為交易或貨幣他不承認 那因為 中國的中國的官方的徹底的就拒絕了比特幣 作為交易貨幣的可能性 那 這樣的一個一個命令對於 把中國大陸市場 當作是他的一個主要的市場跟生產基地 的特斯拉來講他收到訊號之後他當然必須要採取行動 好那 馬斯克不見得講真話了但是這個動作的間接的 使得 透露了就是說呢特斯拉現在面對的競爭越來越嚴厲 那 電動車的市場 現在的全面的炸開 而且 車場的開始要重新洗牌 傳統的車場就跟就跟過去什麼就跟過去 在沒有 照相功能沒有數位化以前 全世界你能夠叫得出名號 的這些呢相機的大廠 甚至於像像是像科打 瞬間就不見 就跟 就跟了這個 Nokia一樣 瞬間就不見 他會在 三兩年之內從一個呢 全球超級大廠 瞬間的泡沫 那 電動車會不會 電動車會不會 當然馬斯克本身現在 呃 對Tesla來講 因為因為他他又有獵鷹 做做做太太空的貨運 在在人 在做太空探測 那這兩個就 SpaceX 跟 Tesla 這兩個領域 再加上的Tesla 他最強的可能是在電池 還不見得只是在 在電動車的實體 所以對於對於馬斯克來講的本身的不見得會有呢會有多大的影響 但是就 Tesla 就電動車 的實體本身來講 他面對的競爭的是空前的 好 那 你看到的這種的 實體的實體的產業呢 都在都在變動當中 那所以呢昨天的盤面上面的這些美股的科技類股呢 呃 有一些的就就有小幅的壓回 但是剛剛提到的跟經濟重啟的 一些運輸好比如說像是什麼 什麼 郵輪啦 波音啦 航空公司啦 或者是迪斯奈啦 那這個當然就就受到受到非常大的鼓舞了好就是經濟重啟的那個概念的是非常樂觀的 甚至於呢這些分析師 都鼓勵你呢趁著現在 在一個空前低檔的位置的趕快 好所以你說那前面不是有小檔有了但是但當然看你未來未來的看看他的看到的未來的事況的高點然後預期當中他會多好 那這個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呢報復性的 報復性的這種的消費呢出現 如果報復性的消費出現的話 那剛剛講的重啟概念股當然是可以期待的 這些都是市場上面的值得你去關注的氣氛 好來 呃 我們我們聽到不管你在在哪裡了 都跟大家呢 先說先說早安 呃 先不跟大家 看一下 呃 Pitch頭說特斯拉想進軍中國的軍工企業 給美國做做情報 好我是不是因為因為特斯拉也很小心這一部分啊 呃類似這種的呃我不說陰謀論了就是在分析當當中的懷疑論 當我都有我都聽到也也都有也都注意到 中美之間在一個深刻的深刻的競爭不信任關係當中 所以對於對方的氣焰呢也就風吹草動的格外的敏感 那我認為 質疑呢 特斯拉呢是在幫美國做情報工作 的這種的論述的方式 他是倒過頭來是美國呢把所有的中國企業呢都貼上了一個 在幫中國政府呢做情報工作 做做監聽 在助紂為虐 在侵害人權 的這種的論述的方式 而不斷的呢對於中國企業的毛手毛腳 逼著他們離開美國 那甚至於限制他們在在美國的銷售商業行為 雖然呢小米現在解套了但是像是華為的這些都仍然的深深的那受到美國的全球的監控 跟打壓 有一種報復 我說對特斯拉來講的是一種報復 可是 從中國大陸的一個態度來看 雖然他在提醒特斯拉 但是他並沒有想要讓讓特斯拉滾 可是如果這種的氣氛持續發酵 以馬斯克的個性來講雖然 雖然中國呢中國是他的恩公啊 就因為因為在在特斯拉最 狀況最糟的時候呢中國呢把市場打開 讓特斯拉進來 那救了特斯拉 讓特斯拉呢這兩年極其風光股票分割之後呢仍然是大漲 但是 是不是意味著就是說呢 特斯拉呢跟整個中國市場的 這種的秘力調游的農情秘義就可以 就可以勇於愛河 不是啊 呃他隨時還是可能會有變化的 當然你說呢中國作為作為全球全球最大的綠能車電動車的市場 雖然競爭者眾啊 那大家紛紛起來比如說現在 那我我之前有有講過那個做小車的那個五零 五零紅紅光啊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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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非常有也有意思的Business Model 好那 那 類似這種的這種的電動車更不要說之前的比亞迪啊等的等等 那競爭者中和他終究是呢最大的市場 那官方的政策呢非常的明顯 所以呢特斯拉呢不會退出中國市場中國也沒有要特斯拉呢要要離開中國 那只是 如果這種的事情政治化了之後 企業界呢會會自己覺得啊 此處不留業啊 自由留業 留業處 會有那種不如歸去的感覺 就像 美國的官方不見得叫美格美格美格中國在美國的企業 你倒倒倒滾 但是 當你對我動作動作這麼多的時候 讓我呢在 在你的市場裡面呢做行銷做廣告做生產 甚至於呢在資本市場呢在籌資的時候 那被你污名化層層限制 時間久了之後呢當然就如實雞肋一般你市場再大 那可是我沒有辦法伸展手腳也會如實雞肋一般喔那乾脆的不如呢不如歸去 就乾脆退出市場 這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我說危險訊號就是說 如果如果中美兩國到現在為止呢美國的美國的企業的仍然在全球百大企業裡面 佔了一大半 可是中國的企業的正在絕 那全球化的企業裡面來來講的中國中國企業現在 現在大概十幾家吧 好的 那 雖然數量上不一樣 可是呢彼此之間 如果在政治上面意識形態上面的操作跟敵對深刻到 彼此的企業 被迫呢都都自動的 自動的退出對方的市場 兼幣親也各自回到自己的陣營 政商的如果呢 都做了 分割 那 那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國際衝突訊號 我是說政治上面大家的叫來叫去罵來罵去沒有沒有關係 兩岸之間 如果如果台灣每年呢對大陸的仍然有一千多億的貿易順差 那也不擔心 你我的說你要你要你要發生發生非常嚴重的毀滅性的這種的軍事衝突 那那個可能性就小很多很多 他是最好的商業保險 可是呢當商業活動的受到政治力的不斷的騷擾 我稱為政治性騷擾 這種的政治性騷擾到極端的時候 企業界都會覺得說呢近兩三年的時間就覺得 我我我根本沒有辦法拓展業務啊 我做任何的事情的我我都得要提防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的在我的企業投資裡面的占比越來越高 我今天大量的錢的砸進去大量的廣告費用砸砸進去新品的要推進去 可是呢我就得要提防的 會不會下個月又碰到哪一個 哪個神神經病的又開始出來咬說我是說我是說我是呢中國正的政府在幫中國政府呢在美國能做什麼情報 甚透的 那或者呢是是幫了跟跟中國的中國的解的解放軍那是有是有關係的 或者呢在質疑的像是呢泰斯拉的車呢停在呢停在大陸的某一些的軍事營區的附近 那因為呢他有這個衛星定位的系統 他有自動的監控的系統 而且呢這些的訊息都會回傳到的美國的本土的泰斯拉 所以呢你再能幫美國的做情報工作 當大家的要把文章做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我不說這裡面一定沒有文章啦 可是呢這種文章鋪天蓋地啊 草木皆兵 連電動車在路上跑 你都會你都會覺得呢 他在不斷的在收收集 你這個國家的所有的相相關的訊息 然後呢透過的透過的這個網路 那回傳到了他的本國 那 大家連連一些高階的商品的交易都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好這個是接下去在國際政治當中來講政治 我們說我們說在經濟啊 經濟跟商業行為來講的 最討厭的就是非經濟因素的干擾 但是這個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呢在目前中美競爭的框架之下是空前 那 因為大國崛起的關係啊 這種的休息底德的陷阱 殺到刀刀劍骨 然後 沒有沒有槍炮聲的戰爭的 今天呢在太平洋的兩岸 在中美之間天天的都在進行 好眼前的雖然台灣的我說台灣是難得的兩頭田了除了這這下被自己的疫情給困住了這當然是自找的啦 但是兩頭田那是難得的難得的機會但是能持續多久不知道 呃國際的經貿的情勢誰的誰的歐美的疫情的解封嗎接下來就變化度呢會很大 所以 不是無力可讀啦 他有他有另外的邏輯出出現我的意思說當當歐美 歐美的在 剛結束的這個周末 開始進入到了大規模的邊境解封社會解封的狀態 在迎接二零二一年的夏天 以二零二一年的夏天 對世人宣告 那我從疫情裡面走出來了 他就是一個新邏輯 那這個這個新邏輯的動能有多有多強當然了當後續呢在觀察 但是 如果你是在觀察國際情勢或者說在資本市場進出的人 那新邏輯出現的時候呢 你對於舊邏輯呢就要開始慢慢的 換句話說典範轉移了 投資的典範轉移了 那典範典範轉移了之後 那叫什麼 在英文裡面在科在社會科學的術語叫做Paradigm Shift 好那當著典範典範轉移了之後呢就是遊戲規則呢都跟著跟著變了 所以呢所以不管是企業界也好投資人也好都可能心態上面來講 要做一些的調整 好 現在的是四千多位的觀眾在我們的線線上來進廣告之前的我我我我現在聊個 聊個新聞就 就是 在 之前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呢在上上上上禮拜的時候呢我在我在我在節目中呢我在談到了 在政經龍鳳配裡面的風向龍鳳配裡面也談到我甚至錄了一個三個三三十分鐘左右的視頻 那三十分鐘左右的視頻那我我我注意一下他轉轉發率還蠻高的大概就是 我把我把整個台灣在防疫的現階段所遭遇到的問題以及接下去呢會遇到的困難 你必須要很快的做調整 否則台灣呢 台灣 不只是不只是要要減少減少確診 減少死亡減少重症的這種的純粹防疫的 安全問題 而是後續如何 能夠從疫情當中走出來 我我說我用兩兩個門的概念就第2讓大家能夠走出家門 第2讓大家可以走出國門 你沒有疫苗 你如果沒有普塞大家出不了家門 如果你沒有疫苗大家出不了國門 但是就算你有疫苗 我說covid-19兩個禮拜前呢我特別提醒我說covid-19的是一個 全球化過程當中 尤其當拜登回來了之後呢全球主義回來了 全球主義回來了之後呢跟過去呢特朗普時代川普時代 那種那種就本位本位主義單邊主義呢他又很很不相同 那covid-19呢會是一個全球主義回朝了之後呢一個全新的樣貌 因為呢他導致大家對於一個全球性的大規模的傳染病 開始有了一個全球性的共同認知的免疫標準 就是你必須要有 你不只要有本國的護照才能夠上飛機 你還得要有一個國際認可的 疫苗護照 你必須要疫苗護照跟你的本國的官方護照擺在一起 有一個可能是數位版的一個是實體版的未來也可能會更簡便 但總而言之 你將來就是要有一個防疫上面的green pass 那這個green pass呢你拿到了之後你才能夠配合你本國的護照你才能夠出國 對一般來講可能會覺得說我才不要出國國外的現在疫情如何如何 可能要知道對商務人士並不是 那 要打安全疫苗 你也看到的前天蔡英文總統的出來出來開開記者會了 我就我的昨天的昨天台北市長柯文哲市市長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倒倒用了非非得早餐的標題 昨天非得早餐的標題 昨天非得早餐的標題是 高端跌停 蔡英文就出來了 那昨天柯文哲市長說 哎前面都沒有看到看到蔡英文總統但是高端一跌停 蔡英文總統就出現了 我說上個星期四 龍眼漲停 前天星期一 高端跌停 昨天再跌停 龍眼漲停高端跌的跌停蔡英文總統就出現了 那是巧合嗎 我不認為是巧合 呃星期一的時間蔡英文總統就出現了 由呃這個 你看到蘇貞昌院長出出現了好久不見的范雲委員的出出現 三個人同一天出現你認為是巧合嗎不是啦 好那 重點是說 蔡英文總統的在鞏固的國產的疫苗兩個禮拜之前我在我在講說你要什麼疫苗 那個呢我們先放下不不談 疫苗必須要滿足的三個條條件 過去我們說要安全 及時有效 疫苗打當然要安全了不能夠不能夠越越越越打越越遭死一堆人了或者後遺症很嚴重啊血栓那的等等不可以呀 第1個安全第1個要急急時你不要你原水救不了進火你不要告訴我說你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你們在在重症病房裡面的 你們在呼的呼吸器的夜革蒙撐著 我現在就給你找疫苗三個月之後疫苗就到了 那種不及時的疫苗 杯水車薪的疫苗在害死人了 疫苗要急急時 趕快到市場上面的去去找貨 因為現在人家的現在下訂單的都是明年的貨了 安全及時第3個要有 有效 有效的問題的就是本土疫苗最大的問題你沒有三期 臨床你憑什麼說他是有效的 所有的所有在在在就說流行病學公衛的基本的常識 二期 是做安全性的測試 那個樣本不會很大的 就打打打打早些人打完了之後呢 不知道有有沒有效但是最少的不會出人命 哪哪怕的只是打生理食鹽水 所以很多人在嘲弄啊你看大陸的那些科興疫苗那不過是生理食鹽水很抱歉他昨天 也拿到了WHO的認可的緊急使用權 那 二期的是做安全三期的是做有效就是能不能夠真正的對抗COVID-19 那 如果你說我要我要我照顧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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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的高端 聯亞我沒有意見啦 我還是希望了我們呢我們的本土的生技產業同勃發展 在蔡英文總總統打開了翅膀 那母親的照顧小姐蓬勃發展我恭喜你 我只是說 大家對本土的疫苗要等到什麼時候會會信任嗎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盡可能去去找安全及時有效 的疫苗進來 讓老百姓施打 可是我一直提醒就是 蔡英文總統我為什麼說當他開記者會等於是在讓大家知難而退我管你叫做張亞中 我管你呢叫做那佛光酸的虛擁法師我管你叫做慈濟我管你叫做地方地方政府的誰誰誰哪哪一個哪個縣市長我管你叫做郭台銘我管你叫林伯峰你們少跟我來這套我不會讓你們進來的 你說沒有啊他並沒有這樣子說 我在我說的是我的政治盼盼的以我對政治語言 的認識 他在告訴你說你在觸我眉頭我不會讓你進來的我都已經告訴你了這是戰略問題 你有你有你有看過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政治領導人在他口中的戰略問題上面讓步嗎 如果戰略問題都能夠讓步你等於是叫我崩崩盤叫我去去死的意思 當蔡英文總統說這是戰略問題的時候你認為他會放手嗎 好那如果說好那沒有關係嘛先讓他打 我哪怕進來五百萬隻 我的意思就是說昨天徐巧青問到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呢就是我在我在我在問的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今天自由時報的頭版頭條新聞問題就就是 如果說了台灣的市場上面有很多的疫苗 很多種的疫苗請問我自費打疫苗我可不可以選疫苗 我可不可以選 之前昨天的衛福部本來12345678 是告訴不可以 我給你什麼你就去打什麼 那那那我我自費我還不可以選疫苗 徐巧青在問這件事徐巧青質疑了之後呢 結果呢那個呢 五那個就真的第六條第第七條條文就拉拉拉掉了 所以大家開玩笑講說呢 民進黨或者我們的衛福部呢在數數數字的時候是123458 六七就不見了 六六七突然就就不見了 那表示他在重新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當你重新思考這問題來了 你想想看今天如果真的有國外的不管叫做莫德納不管叫 BNT或者 已經得到WHO認可的大陸的國藥啦 科科新科新昨天也也拿到也拿到認可了 或者AZ 進到了台灣在市場上上面 你進到了某一個 診所某個地方呢 醫生會告訴我這邊呢有三四種廠牌的疫苗你要你要打哪一種 你去問問看會有多少人說 我要打高端 那當我當我不打國產疫苗的時候你開放有什麼用呢 換句話說只要有外國的疫苗進來了之後台灣的本土疫苗就算你說 出來做大內宣我是安全的 我數量是很夠的 請問你有多少人打除非說我很便宜我不知道 但最重要是你打了之後你拿不到疫苗護照 國際不認可 歐盟現在已經態度出來就是4加2進廣告回頭了 我希望衛福部啊不要第一個 請 中央流行 中央疫情指揮者中心 每天的開街開記者會的大家的都都聽聽數字 那昨天的昨天的新增的本土的確診人數的262個人新增的死亡人數的13個人 數字上面來講就單日數字看起來都有一些稍微的下降 雖然沒有沒有降到安全數值 尤其呢死亡人數的減少讓大家大獲不解 覺得 覺得不合理啊 但並不是希望死很多人了 而是說從從covid-19的一個一個發展的病程來看 呃可能可以推斷就是說死亡的高峰期呢還沒有到 那現在的現在的累計的7000多多利 每一天的包括校正回歸的大概300例 所以我說 今天今天6月2號到6月14號呢 呃我們的延長的三級管制的第二階段的如果到期的那一天 估計病例數呢會會會進萬 會破萬 那 疫苗如果說好你要去你要去保護的高個高端聯亞 蔡英文總統的記者會無非在強調這一點 沒有人在的在炒作沒有人涉入到內線交易 好吧這些問題 有關於內線交易 是刑事罪名 是商業犯罪 是非常典型的白領窃盜的一種 就是 那種的 白領就穿著人模人樣的西裝襯衫領帶但是在偷大家的的錢 那叫白領窃盜 那包括貪污 那有有沒有這應該是啟動刑事調查 不是蔡英文總統說了算 不要先出來做消毒 那那不應該是一個總統出來講話的重點 第二個呢 蔡英文蔡英文總統的講話裡面 是不是呢意味的就說了政府的就是獨孤一味 只有兩種疫苗一個呢 就是國產疫苗 還有呢就是美國疫苗 除了 台灣國國產疫苗 跟美利堅國的國產疫苗之外其他的都不要 所以如果今天呢郭台銘說我可以弄到500萬 萬計的莫德納我相信OK我馬上讓你進來 要信仰 我的意思就是今天 疫苗的品牌很重要 疫苗的疫苗的就是說呢所所代表的國家符號 疫苗政治去年我們講的就是疫苗他的一個民族 民族民族性 他的他的他的國國家的 國家的就國家的身份背景變得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台灣這種意識形態 疫情發生的過程當中每個人人命關天的時候呢 你尤其可以看得出來的意識形態在台灣的滲透 對某些你認為 人模人樣人五人六的政治人物的腦袋裡面那個滲透之嚴重 腦袋都打鐵 他已經完全背離我剛剛講的安全及時有效的三個月原則 其實所有的公衛不是就是緊抓的這三個原則嗎 在這三個原則符合說就要進來 安全及時有有效只要符合就要進來 又沒有叫你出錢所以我我沒有考慮到價格 如果說的從從另外一個角度安全及時有有效價格要合理 但是現在不考慮價格合理的問題因為出錢的並不是你 今天不管是呢不管是呢就說呢佛教會也好 不管是呢慈濟也好 那甚至於呢像是郭台銘也好 這些企業界也他說 你不要出去我出嘛 何況你你蔡英文在過去2009年的時候 2007年的陳陳時中不是在頒獎給給台說的王永慶嗎 2009年蔡英文不是呼籲大家 馬英九政府呢不要跟廠商站在一起 阻擋了民間呢在國際社會上面的去國際上面的收購客流感的可能性 講得很好啊 那個時候講大家不也都聽嗎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呢自己當權的時候就不是這樣做完全是背道而馳 好那讓老百姓的每天的醉醉不安 如果有很多的疫苗 有幾款疫苗進來 哪哪怕呢包括了大陸的國藥 科興科興昨天取得了WTO的WHO的認證 這是呢第2款 中國的疫苗 第2款的中國的疫苗擺上了 WHO的緊急使用清單 所以現在WHO的中國的緊急使用清單的就有6款疫苗 4加2 之前呢歐盟歐盟說了4是因為呢對中國這兩款疫苗還沒有得到WHO的認可 就是國藥跟科興 所以呢 他就用用4 那括號2 可是現在的大概就是4加26款疫苗大概都確定 歐盟在推護照美國雖然還沒有還沒有正式的推出呢 或者他會不會一定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差不多了 因為歐盟已經開始做了 美國大概配合的也也就會 大家就一起做 那如果你不是這6加2的疫苗 請問你打了之後你還是出不了門呢 那如果說了我我自費 我不是公費施導我如果自費施導我不能選疫苗嗎 之前的衛福部的態度就好像不可以 但是昨天的徐曉星質疑了之後的衛福部很快的把那兩點 第六點跟第七點的給拉拉掉了 看起來覺得如果自費的話那就應該允許 就應該允許大家可以挑疫苗 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說你千萬不要說你的自費呢你要挑疫苗是不是自費的我把價格定很高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 有很多的疫苗如果說今天的是郭台銘他們進來的疫苗 那錢不是你的 錢不是你出的 換句話說你今天如果真的讓郭台銘讓讓讓這些呢 讓這些的宗教團體 他們的取得了國際認可的合格疫苗是可以讓你出得了國的這些疫苗 當我打的時候呢你你不可以說你自費所以我訂一個很很高的價格我以價 質量 讓你自難而退 你不可以 因為 錢不是你出的 錢是郭台銘出的 錢可能是佛光山出的錢可能是慈濟出的錢甚至可能是地方政府出的 好那但是如果說呢這些的疫苗就假定的BNT進來很很多 那莫爾莫德納也進來了國藥科興等等接近來了 那請問你當了老百姓要打疫苗的時候 不管呢不管自費的或公費請問我如果可以挑選的時候你認為大家的會先去挑說好我就要打跟著蔡英文總統的打高端 還還是我會我會挑國際認可的品牌這不是呢安不安全有有不有效的問題而是國際有沒有認可關乎到我打了之後能不能夠拿到那個的 Green Pass 讓我將來出國比較方便 企業界現在在乎的不就在在這裡嗎 但大部分的企業界呢在在兩個禮拜以前你可能也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情但是我告訴你說因為歐盟已經在推他的 Green Pass 那當他在推到 Green Pass的時候你就要警覺信你的疫苗打什麼疫苗很重要好這兩個禮拜呢大家在注意這件事情結果呢這造這變成是國產疫苗現在最大的壓力你你不可能很快的三級臨床而且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我估計今天了 今天呢你會又聽到另外一種的大內圈你看日本也開始發展自己的疫苗日本人口是一億兩千萬 我跟你講講過了就全世界的人口排名20名之後的沒有人在發展自己的疫苗的啦因為 那不是說技術我要不要花多少錢去投入了問題而是你沒有那個市場 那個那個成本會非常非常的高成功率你連要做實驗的都非常困難 好那左昨天的昨天的包括科興在內科科興當然之前 台灣的內部在做大內宣的時候呢把人把大陸的國藥啊科興啊講的多不堪 可是 WHO認可啊 而且他這一些的實驗場包括在巴西的實驗看起來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另外最後呢關注一下昨天的昨天高端 昨天高端也跌停 可是昨天高高端有人進場買 看起來是關股 看起來是有有特定的關股在互盤 為什麼 可以這樣子做嗎 關股互盤會不會太明顯蔡總統講話第二天就就就互盤 所以在剛才說明的時候 現在是關股互盤會不會太明顯的 關股互盤會不會太明顯 現在是關股互盤會不會太明顯 是有特定的關股互盤會不會太明顯 關股互盤會不會太明顯 所以在剛才說明已經很正常